3 2 1 進捷彩 新興麗 羅斯福路 順利豐車 27輛粉紅色全新電動公車一致排開 場面相當壯觀 通車典禮中 交通局長謝明洪表示 羅斯福路幹線電動公車 導入符合交通部示範計畫認證的快充型電動公車 對台北市推動綠色運具政策具有指標性意義 台北市的電動公車上路數達366輛 未來將朝119年公車全面電動化目標邁進 市長一再重申 整個如何走向我們2050今年排炭的措施 他都會來努力 來跟各位我們所有的市府的同能聯力 所有政策都要以減碳為目標 那我所知道這邊的車輛 這新款的車輛多了很多的智慧的一些設備 包括那個盲點的偵測 車道的便宜 知道司機有沒有打瞌睡酒測等等 那這個都是非常符合安全 所以這個車輛應該是說安全又環保 羅斯服務公車專用道是一個非常載 車輛非常大的一個幹道 我之前在東中部上班大概做五年多的公車 那公車專用道是一個非常便利的一個措施 可是乘客在後車的時候常常會吸到廢氣 我曾經在夢想哪一天我做公車專用道的時候 不用再吸廢氣 所以我作為一個乘客我最希望的夢想 那今天我們實現了 新興客運董事長范大維表示 這批車輛配屬於木柵二站 是台北市第一座電動公車快充站 踩一窗多車的方式規劃 適合地下人稠的台北市 且即便電費可能調漲 相比油價仍然划算許多 電費提高跟油價來看的話 我相信電費還是比較便宜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營運的業者跟台電這邊 我們有所謂的契約的協定 我們有所謂的離崩跟高崩期跟離崩期的部分 我們所有的廠站的充電都是利用離崩時間來電 所以這個成本對我們來講並沒有增加太多 油車的購車成本大概四百多萬 但電車要一千多萬 所以說我們這個部分現在目前都是仰賴政府 給我們的補助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現在目前我所知道是第一座快充充電站 我想最大的特色是他剛剛提到的說 他可以共享 不是只有我們新興客運的大客車 其他的大客車也可以來這邊共享充電 甚至剛剛講說其他的小客車也可以來 我會認為這個共享是一個很大的概念 因為我們台北市在取得廠站不太容易 那欣欣可以做這樣的場站來做這樣共享的服務 的確是我們非常敬佩 當然這是一個政策的方向 那未來我們還會朝向跟捷運調度站 捷運機場來做一些共享的場站 希望能夠多一點充電的設備來提供我們 大客車未來在達成2030年在做全面電動化的時候 充電設備一定要完成要非常的完整 這是我們會在努力的 此批電動公車為台灣陳韻公司設計研發製造 使用最適合快充的鈦酸鋰電池可分散充電 隨時充電只需要15分鐘即可從20%的電量狀態 補充至80% 那陳韻的電池其實是最大的 特色是我們用鋰鈦電池LTO電池 安全長壽命環保減碳經濟 碳瓶增未來可以拿到最高 我們分散充電的時間不影響電力的供需 所有的駕駛先生回到站上馬上充電 6到15分鐘就可以得到保電狀態 駕駛上車的時候 他隨時都是保電狀態 所以他不會有 不會有這個里程憂慮 我們又避免集中充電帶來的不方便跟危險 而且我們停車場的面積不會產生衝擊 也避免干擾臨近用電戶的不方便 不過他這一些簡單的定義 是帶給客運公司最大的價值 也就是客運公司可以用一輛柴油車換一輛電池 就可以滿足你所有的路線 各位在我們的同業先進未來就會碰到 這個有很多長的路線 你可能要用1.3倍1.5倍 甚至兩倍以上的車輛 但是用快充系統它可以避免 羅斯福路幹線半次密集 尖峰時間每4-6分鐘就有一班車 行駛動線自捷運動物園站 行進羅斯福路連接至台北車站 交通局致力輔導業者 選擇合適的電動車型 持續籌備導入新車 預計於年底可達到650輛上路 並朝119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買進 記者林奇惠 台北報導